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见方总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前几次约你 贺总不是说你出国了就是生病了 今天居然你主动约我 我小时候听过一句话 叫贵人出门多风雨 杨总和我们方总都是贵人 两位贵人见面 那自然是要多风多雨 还有一句话 叫好事多魔 所以这一次 今生和我们方元合作 一定会顺顺利利 杨总 我提议我们方总先敬你一杯 小姑娘可真是会说话呀 而且懂得还不少 方总 你好福气啊 我先干为敬 好 我喜欢爽快的人 我也干了 我知道我们今生比不上星城 方总一直看不上我们这种小公子 杨总他会开玩笑了 今生这几年的发展趋势越来越猛 听说前一段时间刚刚拿下了陈希的帝王 未来前景广阔 那方总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呢 不跟金盛合作 是觉得之前你们的设计不太符合我的喜好 所以觉得没什么合作空间 我就知道了 审美这种事情嘛 一直都是因人而异的 就像潮流服装一样 一直都在不断地变化 你看金盛这两年房子卖得那么火爆 就说明杨总是有魄力和眼光的 也就像这次来找我们方言合作一样 也是希望在房子的设计上做出一些改进 对吧 小姑娘 这个台阶给我找的 我要是不下 都对不起你这股子机灵劲 谢谢杨总 那我自罚一杯 好 来 我们先吃吧 好 妈妈 你快看小马 小朋友 你想吃什么呀 姐姐给你加好不好 妈妈 你快看小马 小朋友 你这么喜欢小马呀 那姐姐给你变一个 好吗 怎么变 来 看好啊 方总 这姑娘这么有爱心 真是好女孩啊 嗯 真好了 你好 我叫小木马 你叫什么呀 妈妈 你看小马 好漂亮啊 小姑娘 你可真厉害 我这儿子皮得很 闹起来 我真的都管不了他 小孩子嘛 都是这样 小时候淘气 长大了才有出息 来 祝我们合作成功 来抓我呀 来抓我呀 给阿姨道歉 给你十秒钟 好 没事儿 没事儿 没关系 小朋友 你别哭 帮我把小马给你玩好不好 别哭了 别哭了 对不起啊 杨总 杨太太 我们方总不太会跟小朋友玩 她不是故意的 她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你 方总 对不起啊